镇上出现了一桩奇怪命案 一户人家尽数死在自己家中 屋里没有被闯入的痕迹 甚至不像凶杀现场 但死者生前挣扎的样子 好像要从家里逃出去 警方还从这户人家的地下室发现了一具女尸 她被埋在泥土里 没有任何伤痕 皮肤完好栩栩如生 可是警察找不到她的指纹记录 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她身份的东西 今天命案找不到凶手 同时还有一具找不到身份的尸体 这一切都引爆了公众 但警方不是福尔摩斯 只能求助停尸场 至少先找到女尸死因才能通报这件事 老王也是个负责任的厌尸官 虽然是加班也毫无怨言 二话不说开始分析女尸情况 指甲里的灰炭不是本地产物 舌头被不规则切割 手腕脚腕的关节都碎掉了 这让老王想到了人口保驾 他刚拿出刀准备解剖 收音机突然自动播放歌曲 他的动作一愣 让自己的儿子小王去关掉 划开女尸的腹腔 大量鲜血涌不出来 这只会出现在刚死几个钟头的尸体身上 但女尸眼神浑浊 显然却是已有一段时间了 顾不上分析这个 老王拿钳子取出女尸的内脏 肺部焦黑 心脏有割伤痕迹 每个脏腑都严重受伤 要做到这样的成果 只能是虐杀 只是女尸的皮肤并没有任何被虐待的痕迹 老王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时灯光闪烁 老王想要继续切割女尸 却被她的肋骨划伤 去处理伤口时 看见走廊的圆面竟有其他身影 但是一转眼镜面又恢复了正常 解剖继续 老王从女尸胃里发现一个布团 包裹着女尸缺少的那颗牙齿 有人拔掉她的牙齿之后 逼她吞下 小王这样猜测 收音机里通报着暴风雨将要袭来的消息 老王盯着女尸 赫然发现她有两层皮肤 一层皮肤上刻着的图案 与她胃里塞下的布团完全一致 这诡异的画面让父子俩都愣住 她感受到这件事有一些不对劲 突然实验室的灯开始闪烁 片刻之后 白灼灯炸裂 一切归于黑暗 他们急忙离开解剖室 来到出口却发现无法从里面打开 转而准备乘电梯离开这里 但电力不足 无法启动 走廊的灯慢慢亮了起来 老王在求助警察 只是或许是暴风雨来袭 信号一直呼好呼坏 小王发现门缝有影子的痕迹 俯身下去一看 一具带着铃铛的尸体正站在门口 为了防止假死 停尸场给尸体挂上铃铛 铃铛一响 说明这个人还没死透 现在一具烧焦的尸体出现在大门口 脚上挂着铃铛 难道他还活着吗 但小王下午解剖的正是这具尸体 他的头颅被切开 怎么还有存活的可能 这石门被剧烈撞击着 铃铛声一阵一阵 外面的怪物随时都有冲进来的可能 突然老王被不知什么力量摔进浴室 甚至没有办法抵抗 黑暗中 他只看见一双灰色的浑浊瞳 小王赶紧冲进来解救了老女 两人断定 这一切都是那具女士搞的鬼 他们怒气冲冲回到解剖室 准备将女士拉进焚化间烧掉 只是刚进解剖间 大门就自动关闭 无奈之下 小王拿起汽油淋在女士身上 准备好一切之后 火柴一扔 女士身上的火焰直逼天花板 只是等火燃烧殆尽 女士竟然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被烧掉 轰隆 传来电梯的声音 眼见离开有望 小王拿起一把大钳子 将实验室门撬开 走廊里的灯明明灭灭 两人竭力将老师电梯的门打开 远处又传来铃铛声 老王回头一看 一个诡异的影子闪现 他拿起斧头就劈过去 却听见一声女人的惊弓 察觉到不对劲 小王跑出去一看 倒在地上的正是他的女人 今天情人节 他们本来说好一起了 只是刚好被临时送过来的女士当务 他让女友11点再来找自己 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电梯打开了 但是电力依旧不足无法启动 两人心灰意冷间 看到解剖室升起大团烟雾 也许解开女士的谜团 一切还有希望 于是两人回到解剖室 此时女士被剖开的肚子已经复原 只有身上的几条血痕 证明着解剖的痕迹 老王打开女士的头盖口 大脑没有被损伤的痕迹 小王取了一些皮肉组织 显微静下 他看见这些细胞肆意有动 讲述着身体主人生机勃勃的事实 这个女人并没有死亡 你绝对不敢相信 这个女人活了三百多年 被剖开肚子 打开头盖骨 依旧没有死掉 火焰甚至无法吞噬她的发丝 这一切只因为她是一个女巫 早在1693年的猎物中 被人残忍杀害 可是她无法死去 哪怕是在经受了那样巨大的折磨之后 她被埋在新英格兰的土里 灰炭掩盖了她 但无法夺取她的生机 直到她被送到停尸间 老王剖开她的肚子 划开她的头盖 最后他们发现 找不到女尸的死因 竟是因为她一直活着 她就这样感受着 被肢解的痛苦 此即于此 老王突然意识到女巫的目的 她要报复 让老王父子也感受到这份痛苦 她已经年迈无力 只祈求女巫不要伤害小王 突然老王的手腕 呈现被人折断的形状 接着是脚腕 女巫将她曾遭受的 一一让老王也经历一遍 与此同时女巫的身体开始复原 先是脚腕 再到内里焦黑的肺腑 眼神里浑浊的灰也慢慢退出 取而代之的是 与常人无意的灰褐色瞳孔 剧痛侵袭着老王的身体 她实在承受不住 恳求小王结束自己的生命 解剖刀刺进了老王胸腔 小王在一旁抽气着 有人吗 小王突然听见警察的声音 他们正在扳开挡住进出口的大树 小王连忙跑到楼梯处与之对话 只是突然门外的声音停住了 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 小王愣住了 这不是警察 这是那个女巫的骗局 她往后退 撞到栏杆上面 侧头一看 死去的老王突然闪现到小王脸上 小王一惊 往后倒去 却直直掉下二楼 没了气息 女巫没有答应老王的请求 第二天一早 警察前来想要知道验尸结果 却发现老王父子的死亡 与之前离起死亡的那家人极其相似 无人闯入 没有凶杀痕迹 而女尸也被摆在一旁的手术台上 她的皮肤还是如送进来时一般 洁白无瑕 没有任何伤痕 甚至透露着生机 只是眼睛依旧是浑浊的灰蓝色 收音机里播报员说着今天是个好天气 太阳已经连着晒了四天了 这在英语不断的英国确实是值得开心的事 警察不想再管女尸的事了 他把女尸送往部署自己管辖的维多利亚大学 让那里的研究人员烦恼去吧 护送女尸的车上 两个工作人员聊得热火朝天 没有人发现 女尸的脚洞弹了一下 电影结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本片的伏笔 从收音机里连着第四个大晴天 到第二天只出现老王父子两具尸体 并且说无人闯入 女巫也完好无损待在解剖台上 说明老王父子经历的一切都是幻觉 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解剖女尸 暴风雨导致的断电 大树被吹车挡住地下室的出口 都是假的 因为那天晚上天气正常 没有暴风雨 而警察说无人闯入 也可以推出 小王女友那晚并没有出现在停尸间 她的死亡是女巫营造出来的 为了使小王父子绝望无助 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力 他们从那阵歌声出现开始就陷入了幻觉 也许女巫的污吏正是置换 电影的结束片段也有未尽之意 也许在下一步离女巫洞的就不止脚趾膜了 她会大开杀戒 还是复活成功正常行走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